大家早晨好 看今天早上起来有雾 但是雾比较高一点 但是云吧 希望今天天气可以晴过来 我要去村子里面去逛逛 看我走到这边来了 跨过这个后边的农田 就是那天航拍后边那些农田 这个民宿就在中间 这一大厨被挡着竹子的后边 山里边空气还是很好 今天天可能会晴 天上那个云慢慢再散掉 这边有吃水 应该是人家用来养鱼的 那对面山顶上那些云 那么很快就会散掉 早上不到十点的时候 就会全部散掉 水怎么这么浑呢 这个家伙呢又得被抱着 因为地上有点泥 那个就是那个民宿 在那边 中间有一大片空地都是农田 现在到了人家一个 歹足的老人家里 这个家里边环境不是很好 看他家里边的二楼 果然水塘就是他家的 因为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鱼网 应该是捕鱼的 听那边部队在训练 在打把 听着有枪声了吧 但是突然这边有一只小猴子 拴着的 诶 他也对 你老人干净 诶 什么 这嘴 屏幕中间有个红色的棚子 那边他们就在部队在训练打把 很远 但是枪声还是听得很清楚的 小猴子 猴子够小啊 很少见了这么小的迷猴 上完美食座来这边看人家这边卖木头的 堆的满地都是木头 然后我就踩在这个上 这是花里木踩的 这边就是老窝大红酸汁堆着一大堆 这搞什么雕刻什么的比较好吧 我现在踩在一个柜子上 我现在踩在一个柜子上 这个柜子很结实 纹丝不动 还有一个种厚的大的可以做大板的 这边的木头好多 可以堆成山 壮观吧 别看灰不垃圾现在这些打磨出来都是乌黑乏凉 刚才就踩在这样的柜子上面 很结实 现在就想办法下去 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 这是酸汁 哇好多 刚才问老板老板说28、9万一吨 原来是四十几万 现在掉价了 还有多少 每个地方都有养两只小狗来照看这个院子 那边还有好多大大型的木料 我还在想这边种了这么多蔬菜都去哪了 遛米落的时候遛的有点远 这边我看的门口是一个什么 蔬菜专业合作社这本写着 哇就全从这边运走了 咱们过去看一下 看这边这些蔬菜 都是从这儿运走的 诶这不是蔬菜吗 这是什么纸啊 哦面面面 这他们集体种的蔬菜就从这边就 发走了 这让进吧 没关系吧进来 哇看看这边是装香的 这边他们今天在发豆角 我说吧他们这边种的那么多的粮食都去哪去了 都是在这边 这种集中放在这边合作社的方式 卖到外地去 这光线也太差了 这是要发到哪里的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他这边 发到哪里 问老板 老板就知道 老板知道啊 回去了 这边他们也挺现代化的 但是这种拖拉机你看 这个很少见吧 这个样子的 我还见在这边有很多越南的那种手服拖拉机 它那边还在用手服拖拉机 中国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 这边是什么 早晨起来 逛了一下之后来镇子里面取快递 因为他们这边的快递 在这个口岸周边嘛 上午的时候他这些很多车堵在那口岸取不了 所以就 下午中午的时候快中午的时候过来取 通关车过去之后就好去了 哇今天天气晴了 衣服已经晒出去了 晒的 今天太阳出了 然后去取了两个快递 拆开 看看整个园子里边都 很晴 今天天气很好 好嘞 吃饭了 菜饭 是菜饭菜饭不是对是上海的吗 菜饭过头汤 吃完饭回车里 看我这边搞一个木板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鞋子拖到外边 这样踩着上来 毯子我又拉出去晒了在那边 今天太阳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就不需要 不需要灌窗沙了 直接这样 把这层 好了 窗子打开透透气 白天的时候气温很高 好嘞 看看咪宝 有盒子了 这样就可以背着它 然后 它在里边呢 位置应该是够的 至少是比带到我的书包里面舒服嘛 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 盖子 呆子别动啊 乖乖的 别动 然后这盖子可以 我觉得这盖子是要那个什么意思 要拆出来 听到 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我要把这个呼吸盖拆下来 它还有配一个玻璃盖 还有一个透风盖 这样它它可以把头绳出来 但是绳子不至于出来 对吧那先卸下来看看 对吧 对吧 然后这就好看 对吧 感谢观看